哈囉大家好我是雲娜 我們今天呢要繼續龍王國保衛戰 來我們換一下 換一個英雄喔 我們繼續換好不好 巨蟹 戰爭大師 這隻感覺也蠻猛的啊 還是我們要叫彈丁還是什麼的啊 換個巨蟹好了 巨蟹感覺就特別強 而且他是物攻欸 痾 還是算了吧 我還是比較喜歡龍喔 我們就繼續玩龍好不好 我真的很喜歡龍 不管是火龍還是這個 都很強 我都很喜歡 我們把龍練到十等好不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挑戰沉默沉暴 應該是這個 海盜區最後一關 在海洋領主的庇護下 我們終於獲得了勝利 但深海惡魔可能正在沾沾自喜 因為他們喚醒了他們所祭祀的深海邪神 利維坦 利維坦一旦恢復權利 這事實上就沒有什麼能阻止到他的力量了 沒時間沖繩隊伍會休息的 我們必須直接前往利維坦的巢穴進發 那裡是利... 利利也古城 是海神雷河濃當初治理大海的中心 是時候徹底消滅深海惡魔和他的血神 血神喔 感覺很強耶 可是我們之後 我們還是有兩條路要守 我真的很不喜歡他 總是給我兩條路守 然後我們這波只有一個英雄 然後還是有那個海洋聖殿喔 我看一下 基本上... 前面的兵應該是... 都還是會出現啦 所以說... 我可能... 就再架個兵役吧 這個兵役應該是一定要架的 ㄟ等下他這個很亂耶 我要守兩邊很煩耶 我要守兩邊還蠻煩的 這邊蓋個兵役啦 我猜可能需要三個吧 這裏一個 這裏一個 然後這一個在守下面 剛好三桌應該會... 比較好守 那我們就是叫三個刺客出來啦 反正我基本上都是叫刺客嘛 來 直接開始 看他怎麼守 這個應該是可以... 踩上去吧 ㄟ這踩不上去耶 所以說我這邊不用守 那這個可以賣掉喔 等下等下等下聽聽聽 我們蓋兩座就好好不好 蓋兩座就好 然後就可以開始啦 這樣試著打打看吧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的動向是怎麼走 等下他這一個是怎樣走啊 他該不會會直接給我繞下去吧 喔沒有他直接繞下來這邊 宇宙宇先砸 喔我第一波失手耶 等一下啦 這什麼鬼啊 我們這樣應該是不會失手的吧 吐火 喔這吐火不知道能幹嘛 加油加油加油 目前他刺小兵太多喔 他這個兵太多 我感覺還是需要蓋兩個兵營的耶 不然他真的有點太多隻 呃算了先這樣 應手看看好不好應手看看 我們還有支援喔 這樣試著打打打看 也許並不需要對不對 不行耶 不行耶守不住 守不住耶 下面要先蓋兩棟兵 可以嗎 我們現在有六隻刺客 應該是不可能失手了吧 應該是不可能失手了 不過我還是會怕 因為雖然說我們很猛 可是他還是有點猛 等下我們要炸耶 還是很難打耶 頂多就是不會被跑過去的感覺吧 但我們還是很難打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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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過 然後這邊的話 他們都是從這裡來的 都是 目前是都往我們正下方走 然後我們這個魔法塔蓋上去之後 我會蓋那個 哇 那個叫什麼 烏妖塔 王靈塔 這樣子應該是比較好的 然後下一波有很多 啊不行 感覺快輸了 這波不好打耶 守得住嗎 好像可以 那下一波的話 他應該是會往右走吧 所以我說我開始要加右邊的東西 感覺是這樣子 先看一下吧 真的是走右邊啊 那我們右邊也是架個那個 刺客塔出來 等一下我們要來右邊守 不然會輸喔 右邊要幫手一下 喔我真的不喜歡這種雙面作戰 有夠麻煩 還要分神去做其他事情 真的是有一點難搞啊 然後這波開始有那個 海巢戰士 我們右邊應該是 靠這個 應該是坦得住吧 目前左邊感覺比較吃緊 左邊因為有這個怪怪的戰士很難打 守一下守一下 右邊應該還行 啊不行不行也要生了 防守右邊要爆了 我右邊依然要爆的是怎樣 一樣不好打 這關守得好好痛苦喔 真的守得還蠻痛苦的 然後目前右邊又有一堆人 然後左邊的話一堆魚 魚守什麼 不過可能這邊要再蓋個魔法塔 這樣比較好守 然後左邊這邊 應該是還行 這什麼東西 幹嘛 你不會跟我說要把這個東西拆掉吧 應該不會吧 這感覺就BOSS啊 這關的BOSS是那個 八爪章魚是不是 是嗎 感覺還蠻像的 可是我其實不確定 右邊這邊幫手幫手 守得住嗎 守不住要講呢 目前多一隻喔 柏灣覺得我不妙 這邊放個資源好了 我們也去炸右邊啊 守不住這一隻欸 快點快點快點 我需要魔法塔架出來了 什麼的 什麼都好 趕快讓我架一下塔 哇 開始有海螺了欸 這波就有海螺 第四波而已啊大哥 才四波啊 有海螺的是怎樣 我很想趕快把那個 王靈塔架出來 可是我沒有錢 這下一波吧 目前他看他怎麼 他應該是走下面好不好 直接往下走啊 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是可以的 所以說我們就過來這邊吧 哦 等一下這 刺客可能守不住 我與續炸右邊好了 先把右邊炸死 然後 左邊這邊我們應該是守得住 應該可以 而且基本上海螺法師到這邊 應該是不會隱形往下跑的吧 我記得一代的 一代應該是 也不是一代的 就 這個遊戲就這樣 他應該是不會到 離終點很近的時候 施展能力才對 所以我覺得我這樣可以守 哎呃快不行了 這邊快不行了 雖然說可以守 可是好痛哦 好痛哦等一下 他一直封印 哎呦我的龍把 烏龜咬死也太準了吧 然後被跑過去吃 被跑過去吃沒辦法 哇天啊 這龍很強啊還是很強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玩火龍哦 因為有夠猛 有夠猛的 然後下一波一樣 一樣有那個 呃該死的烏龜 啊該死的烏龜 不過我們烏妖塔架出來 應該就會差很多 有烏妖塔的話 就會有骷髏 士兵幫我們防守 總歸來講應該還是很好的 加油加油加油 咬死這烏龜 要不要咬死他 好啦果然沒有那麼好咬 蛤這烏龜很該死 動不動就直接 他就直接上來就封印我的塔 你知道嗎 我最討厭這個就是這個 欸龍趕快把他咬死 把他咬死就對了 讓我知道你的威力好不好 咬死他 咬死他 咬死他有這麼難是不是 是不是 哦我想要直接用羽術羽炸 咬死咬死了 可以可以可以 讓我們羽術羽直接炸這裡 因為他不能樹里啊 他不能位移 會直接在這裡被我炸死 有沒有他不會 他不會位移 可以可以 我知道要怎麼打這東西 還想跑啊 每日都沒有 來我們弓箭塔升上去 弓箭塔 到時候我們右邊也升一下 我們左右互相升上去好不好 慢慢升 然後我們就把所有地方都架滿弓箭塔 這關應該就好打了 應該啦 目前才第五波 有鎖了這麼膽戰心驚是怎樣 這關是真的很難耶 下一波有很多的騎手和螃蟹喔 好麻煩喔 來來來 他目前又開始那個狂奔啦 我看一下我得這麼熟 欸他這裡好多觸手喔 這關好麻煩 不過目前防禦都升上去應該是可以打的 他就算有這個螃蟹應該也對我造成不了什麼危險 因為我的那個魔法塔加在這裡喔 他應該是 應該是輕鬆處理啦 應該是輕鬆處理 而且我們這邊士兵還蠻多的 來 打死他 可以的我相信你 哇他打我的刺客超級痛耶 我點一下這個好了 不然到時候我直接被秒殺 我就好笑了 我們魚序直接照好了 不然這次我打好久了 唉唷我直接把他吃掉了喔 太扯了喔 來喔那那那那那我們就 繼續駕啦繼續蓋塔 繼續蓋塔就對了 然後直接下一波 下一波開始有藍色風暴 有點麻煩 這就有點難告了 而且我覺得我們右邊的防守有沒有很強 可能會打不過我右邊 我右邊連這隻好都沒升上去 我們龍滿等了龍滿等了 那樣子我們龍應該可以來右邊打 左邊我覺得我蠻強的啦 右邊可能會死守 而且這一隻藍色風暴我目前 會很難打他 感覺很難打 因為我的小兵都沒有升 他開始會叫這個東西就很麻煩 這隻我可能要用雨絲魚炸掉喔 不然會輸 可能啦好不好 直接炸好了直接炸 消掉他一堆血應該也比較好打 快快快把他打死 打死他 他打過了是不是 就打死了 下一波 喔好多藍色風暴啊 然後左邊有螃蟹 還有海羅法師耶 啊直接下一波 管那麼多 直接下一波就對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這遊戲就這樣 走一步算一步 總之我們應該是不會太難打 來來我看你這個該 他幾乎不掉血耶 我的弓箭塔打他完全不會痛耶 太扯了吧 然後我們這邊又架了一座塔 這樣子打藍色風暴應該是 至少有一定的傷害啦 然後到時候我們這裡也架三座塔 就更好打他 目前右邊比較難受我們去右邊好了 因為這一隻應該是有辦法出獄的 右邊不行 哎那個 幫我打魔法塔打他好不好 魔法塔你不要亂鬧 亂來他儀式魚炸右邊好了 雖然我覺得我砸得很爛 可是我們需要砸右邊 哎完蛋了 我覺得我可能會失手 這一波可能會失手 我擋不住耶 擋不住他耶 右邊有沒有擋住啊 右邊沒擋住耶 右邊目前是沒影的耶 完了完了 這邊守住守住 這波也太難了吧 有這麼難的嗎 趕快打死他啊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左邊這邊 右邊應該是守住 左邊不知道 左邊很難打 這一隻卡住他 我的魔法塔 他不要再封印我的魔法塔了 哦把他吃掉了 可以可以跟他打 打過打過 哦好煩哦 他一直封印我魔法塔 我是不是應該蓋那個啊 就丟斧頭的 他可以 呃不要讓敵人放法術哦 可是我現在沒有錢 再看看吧 欸等一下我沒有看下一波是什麼 我就點了 我會不會因為這個輸掉 還會再封印我的塔啊 完蛋了 我覺得我小兵的這個至少要 反擊要先點一點吧 而且我這邊還點滿了 有點滿的有差比較不會死 才扛得住哦 那我們右邊這邊先 趕快先把那個 弓箭塔全部架起來 右邊這邊弓箭塔先架 我們專心守左邊 右邊靠弓箭塔就好 所以說我們 呃小兵支援都放左邊 然後升級的話先升右邊 這樣應該可以打 欸刺客走前面兩刺客 幫我多銅點了 感覺這波比較好打 這波雖然很多魚人 可是 魚人對我沒有威脅啊 真的還蠻好打的 我們有一座弓箭塔 可以嗎可以嗎 我的小兵們 我的小兵是真的還蠻強的啊 欸欸快快快被突破啦 小兵加點油啊 小兵守住啊 守住這些該死的魚人啊 我知道這些魚人很垃圾 可是你們還是要想辦法守住啊 不然我們就要輸啦 我們還有一次的機會好不好 還可以被跑過一隻 我們就來看看最後會怎麼被跑過吧 來我們目前右邊都架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升那個反擊了 反擊先點滿了 下一波的話 喔有風暴 然後左邊好像都差不多耶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那我們應該打得過 啊這邊風暴走過來了 完蛋了 這風暴很麻煩 刺客過來擋好了 我這個是點滿的應該比較不會死 還是隕石魚砸他就好啦 講那麼多隕石魚直接砸不是比較快 哎呦隕石魚砸下去有效果 然後右邊這邊應該是打得過 右邊應該打得過 然後左邊不確定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都可以啦 應該是都打得過才對 他們應該沒有那麼強 只是右邊 因為我看不到我很害怕你知道嗎 看不到的壞處很害怕 害怕忽然就忽然下一瞬間就在這裡出現 我就直接輸掉 他給的心理壓力是比較大的 來啦我們現在目前剩一座塔可以蓋了 趕快蓋起來 我們就在把刺客的偷襲點滿吧 藍色風暴 藍色風暴 非常非常多 目前有九隻喔 不過我應該是可以輕鬆屌打他的 輕鬆屌打他 好多這個喔 海巢戰士 海巢戰士他有防禦 可是他沒防禦可是他血很多 也是不好打 目前我們要想辦法處理的就是這些 藍色風暴 處理完我們就可以打過了 哇他這個墊很痛耶 先咬死一隻好不好 對對對咬死一隻 先把右邊處理掉 左邊的話能拖就拖 不行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想辦法先走住 左邊和中間就好了 欸他走過來了 不妙了不妙了 你去砸一下好了 完蛋了我龍死了 等他點起來點起來我龍死了 趕快死你們趕快死趕快死 完蛋了 這裡怎麼那麼多隻 守不住嗎 我龍趕快活啊龍 龍 趕快活一下 幫我殺掉這些啊 這些我只能靠物攻打 啊我這裡沒有弓箭塔打右邊的好虧喔 這一座感覺不應該蓋魔法 魔法打不動這個啊 好難倒啊 來蜘蛛蓋起來 下一波好不好 螃蟹很多隻 螃蟹 螃蟹對我來講沒威脅 應該還行 然後我們到時候趕快把這個偷襲點滿好了 就算是刺客 刺客能夠打60點 40到60點 打這個螃蟹應該也是有一定的傷害喔 雖然不會到很多就是了 可是有一點還是有點用 來目前這邊應該 右邊應該是很好守啦 左邊要看 看狀況 然後下一波直接來 下一波是第13波 喔非常非常多的海巢騎手 應該是輕鬆虐啊 因為我的塔都有升起來 應該是不會輸 欸趕快殺一隻 欸喔OKOKOK 加油加油加油 反正我們現在要做 就是趕快把這個偷襲給點滿 右邊這邊可能需要幫忙一下 守不住 他那個小兵 喔吃掉一隻欸 我們的火龍太強了吧 我好喜歡我們的火龍 整秒殺小兵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移動式的奧術防禦塔 可不可以知道嗎 超猛的欸 下一波下一波 直接來 然後我們這個偷襲點一下 真的好猛喔 猛到爆 下一波 不是下一波 升級 然後我們目前這邊有非常過的骷髏 所以說左邊的防禦應該是非常充沛的 目前就是右邊可能會失守 左邊應該是不至於 來偷襲點滿 又有一座點滿了 到時候我們右邊也點滿 應該就更好打 應該啦 只是這一波可能後面需要存一點錢 我要看Boss從那裡出來 然後再強化那一座塔 應該會比較好打 目前也第13波了 第13波沒有威脅 有沒有 他雖然說兵好像很多啊 可是因為我們傷害太高了 他們其實根本打不動我們 就跑不過去啊 一切都因為我們有這個亡靈塔 傷害又高 又猛 真的還蠻強的 你知道我們到時候在點這個瘟疫好了 這個瘟疫其實沒有很好用 應該說我很少用啊 不過 等一下被跑過一隻 我沒有注意到 我不應該一直講話 各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容易被跑過去嗎 因為你們在玩遊戲一邊講話的話 是很容易分心的 所以說我在及時講解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容易因為這點被跑過去 所以說請各位見諒啊 可惡 剛剛那個應該不應該被跑過去了 我在那邊流影食慾 可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他會死守 我們這個瘟疫點一下 然後到時候右邊也點一下 都點完我們就可以升那個劍塔了 把劍塔的那個 劍雨點起來 應該就更好打這一關了 不是啊我至少要撐到打Boss啊 我絕對不能說啊 我們龍趕快過來右邊咬一下這個 不然可能會失手 咬後面這隻好了 還沒有咬到啊 氣死我了 他也不是一定會咬到啊 有點麻煩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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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失手欸 會失手欸 然後我的刺客在耍他拿法A吃 我因為這樣這邊 氣死我了 好啦我們 打到看Boss了好不好 雖然說我們剩八顆星了 不過 看個Boss應該還是可以的 我右邊這邊防禦不夠 我這一桌要換掉 這一桌再換個魔法塔會更好打 有兩桌的話會比較 會差比較多 抓死他完了被跑位置 可是沒辦法 防禦太薄弱 好完了會被跑過去 哇我被跑 螃蟹跑過去了 我剩一顆星 欸這塊太可了 太可了 太難了吧 被打到剩一顆星 啊 好難喔 好Boss來了 看一下要怎麼打 這一隻他 他 登 跟 一滴血打 好不好 一顆星 啊 我們龍蠻等了喔 然後這個可以點滿了 會有差 然後我們這個再升上去 士兵會更強 再打一次吧 我大概知道怎麼打了 好的觀眾目前 先玩到這邊喔 不小心被跑過兩隻 不過我覺得我目前這個配置應該可以輕鬆虐殺死死死死我 我蓋了4個兵影喔 然後基本上閃避是點滿的 然後呢也蓋了這個增傷好不好 然後我們點個精神圖騰可以 擋掉那個藍色風暴的閃電吧 然後接著我 應該是還滿好打的吧 我還另外把這個東西點上去喔 這個烏鴉呢是可以增加塔的射程 而且他可以 應該是15%的機率可以秒殺敵人 15%其實滿高的吧 所以說我覺得點這個滿強的 然後我們到時候劍羽也點一下好了 不知道耶 這隻如果射的10%的話 15%代表說射10劍會中一劍吧 應該是吧 10隻中1隻 你可不可以秒掉1隻給我看啊 應該可以吧 我其實不知道 那因為我們有兩個刺客在啊 所以說坦這2隻是非常輕鬆的 有沒有 非常非常的輕鬆 只是拜託你 秒1隻給我看好不好 我想要看到他們暴血而死啊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用啊 我其實不知道 我是希望他有用啊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沒有用 感覺不出來你知道嗎 感覺不出來一擊必殺的效果 有沒有 致命一擊啊 還是他致命一擊其實不是一擊必殺 致命一擊的一擊是會暴擊的一擊是嗎 這樣子的話這個還滿鳥的 我就不應該剩這個 我該多點一點劍 好那我們往右邊打哦 右邊感覺會不好守 左邊應該是守得住 因為右邊有藍色風暴在 看不然直接秒掉好好的 咬一下好不好咬一下 我的龍 哎呦螃蟹要跑過去了螃蟹螃蟹 31滴 可以死了11隻 龍 你不要掛網打一下 然後這隻最懶的15波 15波的話他藍色風暴非常非常多 好不好非常多 所以說我們這個箭矢要多點一點 下一波啦直接下一波 希望我這樣子打得過啦 就是希望打得過 我點了一堆箭魚應該是有機會吧 應該是還滿有機會的吧 對不對 箭魚 我們再點一點再點一點 感覺可以哦 有箭魚的話其實打很痛 然後右邊這邊我們直接用隕石隕杖 然後 右邊應該是不會失手中間用隕石隕杖 左邊的話有這個箭隕杖應該是很好打 明白啦 而且我們還有這個增傷塔 有沒有我們放這個他就不鳥我們 他就不會放閃電 直接開始走了有沒有 其實蠻強的 應該吧 然後接著這一波應該 就守得住了吧 我們趕快把這隻藍色的秒掉 然後右邊不會失手 左邊要看狀況 左邊我有錢想要存一下 我想要直接在這邊再蓋兩座塔 因為BOSS會出來這裡 我們趕快架起來 只是這邊的話就很麻煩 我就很靠運氣了 我隕石隕藍的話就可以直接炸死 我是想要炸小兵 我不是想炸螃蟹 因為小兵會乾燥我打那個 打螃蟹哦 秒掉啊秒掉 秒下你剛不是要下潛啊 你下潛 隕石隕炸這邊 炸這邊是最好的 然後我們龍來右邊咬螃蟹 這樣子我們應該有機會過了吧 我們這個 到時候升上去 應該就會過了 然後BOSS登場 好不好BOSS 應該是輕鬆掠殺啦 我們龍直接過來好了 羽石隕直接炸 然後小兵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給我放 然後這樣丟好不好 龍普攻一下 我們龍是不會普攻的哦 他只會吐技能 那我也不知道技能能幹嘛 反正加點油啊 他快死了 因為我們有劍魚在這裡啊 非常非常痛 這個時候我升劍魚 就趕快把他秒掉我們就 下面應該不至於失守 會的話我們小兵拉下來 應該是不至於失守 我們趕快盡力把他秒掉就對了 好啦我們贏了啦好不好贏了 這樣就三星了 前面這兩顆星是被那個 呃這邊沒有守好兩隻魚人跑過去的 小食物 不然的話其實不會輸 OK勝利 太神奇了 我沒有過了好不好 又成功 玩完一個章節 然後我又可以繼續升級了 喔升級點不了啊 沒關係我們到時候再點 好啦我們今天這集做超多幸福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